大家好,我是皮克,您台灣業餘桌球賽事好朋友 本賽是為鬥陣乒乓聯盟所舉辦的第三次立場賽 由畫面左手邊的林聰安選手迎戰右手邊的吳震宏選手 因此本賽事又稱之為正統球與江湖球之戰 而吳震宏就是我們江湖球的代表 等等,我是不是被打臉了 注意看,吳震宏選手在多拍打回之後 突然打了一季江湖中的勾側下旋球 接下來又使出了江湖中的假湖圈球 而林聰安選手也使出了側湖來懷疑顏色 注意看,江湖球又要出現了許新式側旋 接著上菜的是江湖球之側切 另外跟大家分享這場是吳震宏選手當天的第一場賽事 在沒有熱身的情況下立即比賽 因此第一局的戰隊打穩為主不積極搶攻以避免失誤 注意看,江湖球的輕勾來了 而這球側踩則是反旋技術的一種 會讓你吃到自己的旋轉 此時林選手會打出反旋側呼環顏色 而這個側旋接球使得對手把球給拉飛 比賽來到第二局吳震宏選手以1比0領先 剛提到的第一局吳震宏選手以打穩為主 讓自己的身體先熱起來 第二局便漸漸的主動進攻 有網友陳浩南問到什麼是江湖球 江湖球就是重義氣不問對錯只問輸贏的一種兄弟情的打法 它有別於一般正統選手球的注重腳步與擺術 而江湖球則是著重在球的旋轉、節奏以及時間差 是一種很講究迷惑行為的回擊方式 好的我們拉回到球場上 第二局林崇漢選手也開始漸漸適應了江湖球的打法 而此時林選手也使出了江湖球的側切做回擊 由於回擊的弱點變斷因此導致了吳震宏選手的失誤 而第二局就在林選手帥氣的反手直線畫下了句點 此時比賽也來到了第三局 吳震宏選手開始加強了自己的攻擊意識 此局第三局我稱之為男人的對決 主要著重在中野台相互的搶攻 有網友敬騰光問到如何才能夠達到神乎奇蹟的境界 我說你是漫畫看太多是不是 我沒有辦法分享什麼是神乎奇蹟 但是我可以分享的是贏球的基本觀念 首先請球友們思考三個問題 發球局2分要拿幾分才有機會贏得比賽 發球局2分你有把握拿幾分 發球局比較有優勢還是接發球局比較有優勢 答案如果回答2分2分以及發球局的球友們 贏球的機率一定會比其他選項的高 因為他們認同了發球局就是較有優勢的這個假定 換個角度思考 如果當我們沒有辦法發兩球得2分的時候 遇到對方有這樣的能力 那這場比賽就已經輸了 所以說最保險又最輕鬆的贏球觀念是什麼 答案是掌控自我的發球局 當我們擁有發兩顆得2分的能力時 這時候只要輪到接發球局我們只要思考一件事情 對方的兩顆發球我只要想盡辦法破一顆 那麼比賽就已經結束了 好的我們拉回到球場上 第四局無正宏選手以中台的攻擊為主 而在接發球局上則是用假弧圈 以及側切後快帶以及反扎來進行破發 好 個時間想要回到球 以後要再回到你如果喜歡的話 一定會讓你回去 我是皮翼克 您專屬為業餘桌球部位 讓五言再求紅881